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昨晚美国主流媒体集体宣布 拜登已经取得了270张以上的选举人票 将会当选新一届的美国总统 而在随后几个小时之内 也有多个外国元首对拜登的所谓当选提出了触合 究竟这一连串的消息是否意味着 拜登已经毫无原念地 设定当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呢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美国主流媒体如何对于特朗普有偏见 如何来针对特朗普呢 就已经是人所共知了 而在昨晚这一堆主流媒体 刻意来宣布拜登当选的消息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要制造一种既定事实出来 使得全世界的媒体都引述这个消息 从而再令到全世界的人都认为 拜登已经是肯定会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 同时也令到特朗普在舆论上就处于劣势了 因为这些主流媒体继续批评或者攻击特朗普 说他那些后续的法律行动 无非就是输打赢要或者是输不起搞搞阵 诸如此类 那肯定至少拜登的支持者或者特朗普的hater 就会认同这个说法 问题就是一场选举的结果 就应该是由官方的部门来到去发布那个结果 而不是由主流媒体来到去代为宣布相关的消息 而且在多个具有选举的州当中 特朗普阵营已经是入稳了当地的法院 或者将会是入稳当地的法院 来到去采取法律行动 那在法院对于特朗普阵营所提出的诉讼 未有终极判决之前 那些主流媒体已经脱离地走出来 说宣布拜登已经当选 那这个当然就已经凌鸽了法院的裁决了 因为那些主流媒体说拜登将会拿到270张以上的选举人票 其实就是包括这些具有选举竞争 或者是有合理怀疑出现选举舞弊情况的那些州的选举人票 如果扣除这些州 暂时圆而未决 其实就不够270张以上 好了 至于主流媒体其实在2000年那一届的大选 都曾经是摆过一个很大的乌笼 当时的选举竞争是位于佛罗里达州 在当年民主党也有在当地的法院提出诉讼 问题就是 在有最终裁决之前 当年有部分的主流媒体也曾经宣布了 说戈尔已经是当选美国总统 当然后来就是摆乌笼 其实就是布殊赢了 所以始终来说 主流媒体所发布的消息 不能够取代了或者凌鸽于官方机构的宣布 当然我都认为 这届的选举跟2000年那届就不能够同日而语 因为那届纯粹是一个州 由于双方的胜负距离太小 所以就要重新点票 但是这届就不但有多个州份的胜负距离也是很小 而且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合理怀疑的选举舞弊行为 所以 两次的选举争不能够同日而语 当然 特朗普这次所面对的阻力 亦都会比起 戈尔强烈很多 因为他在过去几年 得罪了很多幕后势力的既得利益 所以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困境 绝对会比起当年的郭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多个外国的元首 都祝贺拜登当选 有哪些国家 比如英国首相约翰逊 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麦克尔 爱尔兰总理马丁 卡塔尔国王米姆 日本首相菅义伟 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等 虽然现在拜登就好像群星拱照一样 但是 外国元首对他的祝贺 亦都不能够凌鸽于 法院的裁决 所以 这些纯粹就是一些外交辞令 大家也应该要留意一下 有部分的国家元首 其实目前来说 就拒绝承认拜登已经当选 或者是暂时未有 向拜登提出祝贺 比如说斯洛文尼亚总统内茨洋沙 他就提到 说暂时还未承认拜登当选 因为在美国多个州里面 双方的票数就非常接近 而且法院也没有就着 相关的选举 来作出裁决 此外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提到 说暂时都不会祝贺任何一名候选人 要等到所有相关的法律程序解决了 他才会这样做 大家也同时应该留意 在五眼联盟当中 只有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 对拜登提出了祝贺 澳洲总理莫里森暂时未有表态 其实澳洲的处境就会显得相当尴尬 因为在过去一年多以来 澳洲在对华政策方面 就是紧跟着特朗普的路线 比如说他们在世卫大会当中 就主动提出 说要就着武废查出的源头 又或者在很多人权问题上 澳洲都有发声 而在印太战略方面 澳洲也是积极配合美国 澳洲的军队就有与美军 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 也有参与美日印澳的四方会谈 在近日就传出了一个消息 说中国打算对澳洲采取反制措施 包括就着从澳洲进口的七项商品进行限制 包括龙虾、木材、煤炭等等 如果拜登真的当选新一届总统的时候 他对澳洲所面对的难题 他会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表示呢 或许或是双手无动于中 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接着就看看特朗普的情况 他一直坚持势不低头 昨晚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说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拜登要急于假装成为赢家 以及为什么媒体的盟友 这么努力去支持他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把真相暴露出来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 今次的选举仍然是未结束 拜登尚未获得任何州的获胜者认证 特朗普就举例 说在宾夕法尼亚州那里 共和党的监票员 就没有被允许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监票活动 根本上就看不清楚点票过程 而他还提到 说决定哪一个做总统应该通过合法的选票 而不是靠新闻媒体的宣布 他还说从星期一开始 他们的竞选团队将会开始在法庭上诉案件 以确保合法的胜出者是当选总统 他还说美国人民是有权进行一次诚实的选举 意味着是要计算所有合法的选票 而不是计算任何非法的选票 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得到公众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充满着信心 拜登的竞选团队拒绝同意这一项基本原则 并且希望即使是不合格或者是已故的选民 都应该将他们的选票计算在内 是令人震惊的 他说只有参与不法行为的政党 才会非法地将监票员拒注门外 特朗普最后就提到 说他是不会休息的 直至美国人民是拥有得到 他们应有的诚实点票 以及他们的民主诉求 由此可见 其实特朗普就真的 到这一刻都仍然是确定的 当然有不少的消息就传出了 说共和党里面 部分人对于他都有微言 比如说这个 前总统的参选人罗姆尼等等 事实上 共和党有一些精英分子 一流二来对于特朗普都是不like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 有些人出来对特朗普涂冷水 也是不奇怪 当然 有一些已经在 参议院或众议院当选的国会议员 和特朗普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 亦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法院的判决 就会分分钟影响他们的位置 当然 你说特朗普现在是不是好像 孤军作战那样呢 那我又觉得未至于 在党内 仍然是有人 支持他那个 说法 就是说 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应该是得到怎么办 而每一张非法的选票 都不应该计算在内 这个 说法都在党内得到不少的 他的党员是支持的 另外就看看拜登 究竟说些什么 拜登说的事老实说就相当虚伪的了 他就说人民已经是清楚地表达出的意愿 他又感谢选民给予他的信任 就说要承诺不寻求分化而是团结 问题就是既然要寻求团结的时候 为什么特朗普到现在他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的发言 都是会遭到屏蔽的呢 是不是呀 为什么有一个美国纽约州的众议员 名字叫做科迪斯 他竟然建议民众要建立一个特朗普支持者的黑名单 把特朗普支持者的贴文截图 以便在选后清算这帮特朗普的支持者 如果真的要寻求团结 解决分化的时候怎么会做出这些行为 你所说的究竟会不会兑现 是不是呀 所以为什么我说他说的虚伪就是这样 连你党内国会议员的意见 跟你也有这么严重的冲突的时候 究竟你在说什么呢 你说的有多大程度上会实践出来呢 这是令人相当之怀疑的 而且其实特朗普的任期到现在还没完 他仍然是现任的总统 他这个合法的任期是得到2016年那届大选 选民授权 但是竟然间他 在一次白宫记者会当中的直播 就遭到三大电视台的腰斩 而且他的发言权也是遭到不同社交平台的剝夺 这个是成何体统啊 怎样来到去寻求团结解决分化 不要忘记的就是啊 即使是特朗普的得票 他也是比起奥巴马的得票为之高的 不只是你拜登那么厉害的 你拜登当然是多票啦 连死人都投给你的 有些在1850年出生的 一百七十岁的选民都投给你的 那又不见那些左膠在那里叫fact check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是铁证如山嘛 是不是先啊 那我又不会说质疑一个一百七十岁的人 不可以去投票的 是不是呀 相比起彭祖白百岁来都说 一百七十岁算年轻 是不是先啊 所以啊 你拜登那么多人恭喜你 啊 那大家不放长双眼 看看你拜登如果真的是上台的时候 然后又会做出什么的成绩出来咯 时间就会说明一切的了 有些人不需要急于拆鞋都没用的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